重磅美联储加息50个基点 2022年5月4日 美联储菲尔将基准利率上调了50个基点 这是自2000年以来最大升息幅度 展现美联储对抗通胀的决心 也是迄今为止在对抗通胀方面 美联储所采取的最积极的举措 央行启动22年以来最大规模加息的同时 立即将开始削减其9万亿美元的资产负债表规模 根据本月4号公布的计划 资产负债表的缩减将分阶段进行 因为美联储将允许到期债券的收益达到一定的上限 并将剩余的收益再投资 从2022年6月1日开始 该计划将削减300亿美元的国债 和175亿美元抵押贷款自此证券 三个月后国债的现额将增至600亿美元 抵押贷款的现额为31050亿美元 市场对这两次波动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但全年的市场仍然动荡不安 投资者相信美联储将未经最大努力 确保市场良好运行 但通胀的飙升已迫使政府收紧货币政策 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报道 这次FED2006年以来首度连续下升息 FED在会后声明中指出 预期将继续调高合理的利率目标区间 但是传说中的75个基点基本上已经被否定 市场此前预计美联储将在未来几个月 会继续积极地加息 6月份的加息可能会达到75个基点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美联储很可能在接下来的几十一期会上 各加息50个基点 但它否定了市场预期的更加激进的 单次加息75个基点的说法 普贵尔还表示货币政策收紧后 不会导致经济衰退 并指出美国有很好的机会实现软着陆 根据CME集团的数据 5月4号的加息将把联邦基金利率 推到了0.75%至1%的范围之内 目前的市场预测到年底的利率 将上升3%至3.25% 受此消息的影响 加息动作符合市场预期 美联储决议公布以后 美股和美债短线涨幅扩大 美元跌幅扩大 美股三大股指在最后两小时关盘前 一路飙升 几个月来美联储的官员一直认为 通胀飙升是暂时性的 但由于通胀压力并未缓解 他们被迫重新考量通胀的严重性 美联储决策小组表示 高度流域飙升的通胀 但警告物价有进一步上涨的可能性 而这些物价的涨价压力 主要来自于俄乌战争和特殊时期 所引发的供应链的紧张 历史上美联储上一次 如此精进的加息时 它的基准利率提高到了6.5% 但仅仅维持了7个月后就被迫取消 因为导致了当时经济的衰退 再加上2001年911事件的恐怖袭击 美联储迅速开始采取降息的措施 最终在2003年年中 将基准利率一如下调到了至1% 所以大家不必恐慌 我是迪散世界的陈森迪 点赞关注不迷路 迪散世界来呆路 我们下期再会 flooding 斗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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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